记者于赵福综合报道,马祖大丘岛上梅花路生病了。 连江县产发处派员登岛检查,发现梅花路身体状况良好,至于躲在公厕门外不肯动,研判应该致使天气太热躲太阳。 连江县近年来积极推动上梅花路不用千里迢迢到日本耐凉,到马祖大丘就能看路,受到观光客支持。 时,吸引许多游客登岛赏路,7月底有民众登岛发现梅花路在公厕外不想动,担心梅花路生病,8月1日通报县府连江县县福产发处接获通报,大丘梅花路疑似出现生病情形,坐卧在厕所旁不肯离去。 经派员检查后发现,原来是因为天气太热,路只选择阴凉处休息,不仅容易讨到食物,又能巩固地盘,才会一直带住凉地。 大丘梅花路为马祖旅游新宠,许多路只早已习惯游客,有些还会在码头周边徘徊,一间游客接近,常会抬头观察游客举动,期待他们可以拿草料来被养自己,模样超萌。 大坊和游客互动,产发处指出,阴岛上梅花路为自然放养,若要为食梅花路,请避免于斜坡,道路等危险区域,梅花路虽叫亲人,但仍具有野性,请保持距离,物直接接触,并注意自身安全。